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陳彥你看一下剛剛這個肥洋醫師 跳到這些金融股 你的看法怎麼樣 其實基本上我們 我一直在想肥洋醫師的意思 是把別人當肥洋 可是他剛才一解釋 原來他說他自己是肥洋 這個我覺得他就是很真實的 去反映一般投資人的心境 那金融股的部分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喜歡的 像其中他這個中信金 我自己也是蠻愛的 那因為像這個趙鋒金 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他最多最慘的時候 收盤價是跌到7.8塊 所以如果那個時候 大家對金融股的認知是足夠的話 那我在想這個全台灣最大 應該是說關股銀行裡面 而且最有這個影響力 而且他能夠拿到最多案子的 就趙鋒金 如果那時候買放到現在 實際上報酬率都是相當驚人 相當驚人 但因為現在股價相對比較高 那非常意思 這裡面他有用本益比 然後包括他一直在講 大到不能倒的這些觀念去看 我覺得實際上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不用太去擔心 比如說有疫情 有風暴這些問題 因為我給各位看 假設說今天我們買的是類似這樣 比如說美食KY 這個限度也太可怕了 風暴還沒來自己就先倒了 風暴還沒來 然後你看像這個是佐登 他是做美龍的 做美龍的 那你也會發現說像這樣的一個公司 他受到這種疫情的影響也比較大 還有像這種百貨類的像大洋 他也是這一波疫情 你看我中間這條線就是年線 你看他已經跌破年線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那所以我覺得在選股上當然就是說 金融股他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說 他有具備很好的底 再加上這幾年我們 這麼長的一個時間 我們的金融改革各方面的表現很穩定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像疫情來的時候 像我們看這個股票 他反而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這叫滑晴 他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反而持續上漲 當然買金融股是很好 像我自己也是會買金融股 但買金融股 他就很像騎腳踏車要去高雄 是一定會到 但就慢一點而已 他也不危險 因為速度不快 跌倒也不會受什麼伤 他跌倒也不會受什麼伤 當然要看多少本金 當然要看多少本金 因為我想醫生 第一個他的資金實力 醫生收入高 相對可能比較好 而且穩定 對一般人來講 那有很多小資組 他可能一個月 能夠存下來的 去投資的錢有限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買一張高鐵票 到高雄會比較快 所以有時候 我們還是會追求一下 投資的速度的原因在這 那像這一檔就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在宅在家裡 宅在家裡做什麼 玩遊戲 然後加上最近比特幣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又開始大漲 連聯準會都認為說 要好好來研究一下數位貨幣 所以也因為受到這樣 我們看到他的股價的表現 相對這個 剛才我們講到這些餐飲 什麼百貨 他就有比較突出的一個 可是標成這樣子 大家還敢買嗎 當然 這個是週限 這是週限 對這已經標了 所以已經來不及 很可怕 對已經來不及了 已經來不及 對我的意思是說還是有 還是有 以後請那個還沒有這麼多 紅黑胖的時候 跟我們講一下 好那當然 這個請你再問嘛 那我們當然就要去想 其實這一波疫情發生以後 我們大概分幾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防疫 我要口罩 我要酒精 我要做環境的一個消毒或感染 再來就是我要這個治療 但是最後一個階段 大家開始想一想 原來自己把身體顧好 其實還蠻重要的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沒辦法出去 然後在家裡 我們就泡泡這個麥片 對不對 然後吃個麥片 這個轉得掉 千萬不要誤會 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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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麥片有甜的有鹹的 對不對 伴手禮 看到長輩 那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像這樣的股票 它的穩定度也開始慢慢上來 還有一個觀念 當然它還沒有大到 像醫生講大到不能倒 但至少它的產業地位 各方面是還不錯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的配息這幾年相當穩定 像去年它也配了2.5 對 所以整體來看 我覺得在疫情 這個發燒的過程當中 大家好像在去追逐 那些已經漲多的股票 也可以回來檢視一些 其實長線來看 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個股 OK好 問一下菲洋先生 聽到這些你不會覺得 這個你漲了這麼多 你也會心動想要去買 你這麼多年來 你做股票20多年了嗎 然後金融股 21年 金融股你買了 金融股 目前為止 總共買了三支金融股 玉山金 第一金 中信金 你買很久很久 你都不會受影響嗎 想說買一些別的股票 不會啊 別人長它的 我們弄我們的 你有個肥洋波浪理論是什麼 我必須要跟你說 很多人看到我們的波浪理論 就想說我們是低買高賣 其實不完全是這樣 你要玩這個波浪理論 第一 你一定要夠有錢 他一個單位至少都要20張 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說 他要5張股票 對 他也要玩波浪理論 我跟他說你審審吧 存個20張再來說 就是要很多錢 在沒有存到這麼多張股票之前 麻煩你認真的賺錢 努力工作 所以我們不會鼓吹說你要早點退休 我們鼓吹你努力賺錢 OK 現在要至少20張的實力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股價 如果說上漲5%的話 我們就賣掉5% 股價下跌5% 我們就買進5% 大概上漲5%就賣 那真的不是存股 是只有賣掉5%的股票 上漲5%再賣掉5%的股票 掉一張 對就是賣掉一張 只要買跌回落 我們再買一張回落 當然波浪理論有很多種版本 我們只是講 這個營業員很愛你 是喔 他們經理超愛我 其實進進出出 你都不知道 我們每次去都可以問到一些內線的 不是啊 其實講內線 其實說是內線 不如應該說是八卦 因為真正內線很少 大概都是一些投資客戶的八卦 如何一個投資客從一年賺一千萬 然後變成一年賠一千萬 真的知道了 為什麼今天要戴口罩了 那我們就是一個主張 我們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剛剛的那個弄法之後 我們就是說 我們剛剛的那些條件 選出來的股票之後 他如果下跌的話 我們就是買 那像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中性進化 如果我們講別人股票 別人可能會不爽 那所以我們講自己的股票 都不會有人罵 你只會罵我 那比如說 我們今天中性進好了 我們今天就算 大家都喜歡講武漢流感 我們就講中性進今天 所有的高層 全部都假設他在日本開會的時候 只是假設 好了假設了 中性進我們朋友很多 大家都很好 假設中性進所有的高層 經理以上的在開會的過程之中 全部得了武漢流感 全部掛掉了 OK 這對中性進也算是一個很嚴肅的打擊 對吧 然後就開始有的人說 哇損失了好多理財專家 法爾街高手怎麼辦 我們中性進這下完蛋了 然後中性進你就看到 中性進這個時候會大規模的衰退 大規模的下跌 然後就會有人問我說 欸醫生 你覺得有沒有影響 我說有影響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 你覺得影響多少 貨力影響多少 EPS影響多少 明天有沒有現金鼓勵 會不會虧損 我看到說你問的東西 我通通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現在要買 對 為什麼要買 因為你中性進的高層 全部都出事了 所以我要買 就是這樣 那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我不曉得 反正我就買 你賣我就買 那為什麼我們不會等到消息正確 就是說等這些高層 全部出事之後 算一算這個本益 比EPS 獲利影響多少 因為任何的事情 你的買點 永遠是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才是買點 等到你知道的時候 就不會是買點 就利空恐懼 反正你就認定這個公司 是你剛講大到不能倒 長期持有 他絕對是賺錢的 所以一有利空你就進去 對 頂多套勞 像中間一樣套勞個12年而已 沒什麼大不了的 就是這種方法 那你平均一年報酬率多少 平均我這些年的報酬率 從2016開始算 大概差不多在16到18%左右每年 那很厲害 平均每年 維泰金融股你贊成嗎 贊成 我補充一下剛剛醫師所說 因為其實金融股除了各行各業 都必須要跟它打交道之外 金融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它是特許行業 也就是說不是你今天想要來做就可以做的啦 對 必須要政府他願意讓你做你才能做 所以基本上金融股它的一個這種所謂競爭 不會像電子股來了這麼樣的一個 這麼樣的一個激烈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金融股是可以投資 那像剛剛這個醫生他列出那幾檔 基本上像趙鋒金也是我在過去幾年 我都會長時間會去這個關注跟操作的 你們兩個都挑趙鋒金 我跟他挑不一樣 因為其實趙鋒金在過去 其實他每年的配股跟配型 基本上他所造成的這個殖利率 所以原則上大概都是5%以上 只有去年稍微差一點點 去年稍微差一點點 那我現在觀察的是國泰金跟富邦金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過去這一兩年 基本上大家對於這個所謂的這個 IFOS公報 他們要必須要去什麼任列什麼的 資產評價損失這種 把它講得太誇張了 我覺得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我覺得就直接看水印表最清楚 去年是不是國泰金跟富邦金 他們的獲利還是持續的創高 賺多少錢是真真實實發生的事情 並不是說你今天財報數字的一個 那個什麼財報上面的一個 這個項目的調整造成什麼的 我覺得那不會是問題 他能夠賺到錢才是真真實實的一個厲害 所以這一波我也認為說在接下來 如果說他有拉回的話 我認為國泰金跟富邦金 基本上也會是我特別去選擇的一個方向 我認為國泰金跟標的 你覺得這時候其實要折積入市 對 我可能我是小資族吧 我對於這個維積入市這種事情 我比較害怕 你股票做十幾年了 小資族 對 心態跟小資族一樣 但是我想要講一下 我的觀念是折積入市 不是維積入市 為什麼我借用一下這個 剛剛陳燕的這張這個表格 這張圖表它是當時這個SARS 當時SARS是從這一波 快 我們最後剩下30秒 好 從這邊掉下來對不對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在下去承接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去急著去承接 它畢竟反彈 這還要叫做回撤 我覺得回撤之後的真正的低點 才是真正我們要進場的點 所以這叫折積入市 我並不會在大家 那現在這個寄出來了嗎 我認為現在還沒有 這一波這個恐慌性的沙板 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到 肥洋醫師說我繼續買啦 對 就是錢多了 有錢就是任性啦 祝福大家安全度過這波疫情 那股票繼續賺賺賺 意思是說繼續買買買 下次再公布我們這個 你最新的對賬單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